可薄的恶女皇后 为挑选自己的专属侍女 竟然让我从百米高楼跳下 没曾想我不但没死 还在不久之后将她驯服 拜倒在我十六群下 优秀工作能力 同样吸引到了皇太子的目光 帕雷莎我的名字 如你们所见 是和这里的人一样 是刚来一周的侍女 自己只展现了不到百分之一的能力 在这众多的人群中 脱颖而出却不自知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众人类的都像埃及金字塔 是自己一个人建的一样 但只有帕雷莎和家的九五一样 一点都感觉不到疲惫 此时只有侍女莎拉一脸愁容 只因在打扫皇后请宫时 踏进房门的角 无视又角 就被侍女长一顿打 若皇后殿下知晓此事 同有性命之忧 传闻皇后殿下非常挑剔 有一次皇后看书 把手指不小心划破了 就把皇宫的图书管理员辞退了 并将她的手指都切掉了 还有就是因为 园丁种下了有气味的花 就把她鼻子切掉了 甚至将切掉的部位都收集起来 还有传闻 所有服侍过皇后的专属室 在一两个月之后 神秘失踪了 这些奇葩传说 搞得帕雷莎都听得下去了 早早的就回去睡觉了 而明天也就是分配的日子 但运气这事吧 有时候不得不幸 萨拉就被分配到皇后宫里 这头奖 肯定就落到了帕雷莎的头上 此时的帕雷莎 也想起传闻不经冷汗直流 而回到宿舍的莎拉 立马打包行李 连夜跑路 在众人看的萨拉连夜逃跑时 不由地开始担心帕雷莎的情况 而此时的帕雷莎 却在躺在场上偷笑 只因早上侍从长 单独找到帕雷莎 本队专属侍女 不感兴趣的帕雷莎 听到薪水 比现在的薪水翻了几倍时 神情一正 侍从长提出了一个 无法拒绝的条件 诱惑着女子前往皇后宫 但如果时明天就上任的话 在原有的基础上 还能再加点 帕雷莎 本不想和上位人车上关系 可侍从长给的太多了 看样子 这个皇后可没那么容易对付 但好在就过去三个月的时间 第二天 帕雷莎跟随侍从长 前往皇后宫 路上听见其他侍女的 各种各样的议论 不由地开始紧张起来 在见到那位黑发女子时 帕雷莎失去的自爆家门 却招致女子轻蔑的一笑 皇后让其将头抬起来 就在帕雷莎 看见皇后的一刹那 被眼前的黑发女子 完全折服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帕雷莎仿佛今生今世 只为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女子慢慢奉上膝盖 并献上自己无比的忠诚 即便是献上自己的生命 也在所不辞 但如此慷慨的誓言 换来的只是一片寂寂 是谁教你 见到我就先跪下了 侍从长连忙叫帕雷莎快起来 不用行大理 挑剔的皇后 届时要求帕雷莎 从这跳下去来证明自己的忠心 此时的帕雷莎一脸呆愣 转头看向百女高台 这个女人是在开玩笑吗 这种高度跳下去的话 只剩魂了吧 帕雷莎被皇女的神操作 下一秒帕雷莎转身就向窗台走去 没有丝毫犹豫 纵身一跃就从这百层高楼跳下 这神操作 看得皇女心里一个灯 便开始咒骂侍女长 你怎么选这种人的 女人只要跪下来 求她就好了呀 这没有眼力尽 赶紧去捞人 是从长刚要去 就看到帕雷莎突然出现在窗口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后 再次礼貌的向皇后殿下问好 我叫帕雷莎 伴随的再一次尴尬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自己也一起扒了 但下一秒 传来一个爽朗的笑声 来了个稀奇的家伙 行吧 你就在我手底下工作 我倒是要看看 以你的胆能坚持多久 就这样 帕雷莎成功打入内部 并跟同事去往换衣间 换上比侍女高级的 专属侍女的衣服后 开始了她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为皇女挑选 明天出门穿的衣服 帕雷莎本是自信满满地面对 再简单不过的任务 看着皇女拿琳琅满入的衣服 不知所措 就在皇女不停地催促下 帕雷莎真的不知道该咋办 幸好一旁路过的同事 小声地提醒道 要求是蓝色礼服 于是 帕雷莎将所有蓝色礼服 都拿了出来 但没有一件是皇女看上的 已经愤怒到机智地大喊道 在你眼里 这些看起来都不错吗 喂 那边的 去那把锦刀来 随便拿一把要锋利地过来 气氛渐渐地变得微妙起来 难道是因为 她不喜欢我选的裙子 所以要嘎了我 难道那些传闻都是真的 曾经对传闻不以为然的人 要受到惩罚了吗 就在帕雷莎想着 怎么逃跑时 皇后却下令 将这些难看的衣服都剪了 但眼见当场没有人敢动手 皇后迅速地夺过剪刀 发泄着内心不满的情绪 将眼前的衣服剪得稀碎后 转头看向帕雷莎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选一双配着这件衣服的鞋子 你能做到吧 这次好好选 除非你不想要 你那双无用的眼睛 就在一刹那 帕雷莎产生了别样的想法 贸然选 这会影响皇后的美丽 倒不如一开始就不选 来浪费皇后的时间 皇后为之一惊 你现在是要违抗我的命令吗 你这是发疯 要找赶吗 我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帕雷莎却依旧表示 做不到 皇后也不再理会 转头命令侍女 把昨天新买的鞋拿来 并告诉帕雷莎 明天不用来了 原本只是无义无地守护她 但没想到会这么麻烦 但很快 帕雷莎就发现了鞋子的问题 她发现皇后穿的鞋子 重心偏用 很容易摔倒 建议还是换个其他的鞋 帕雷莎的关心 意外地让皇后更加愤怒 她气愤地向女人走去 你就这么像贝嘎 好我成全你 果然不出帕雷莎所料 皇后脚底一滑 身子一歪 下一秒就滑到了帕雷莎的怀中 千军一发之际 帕雷莎接住了傲娇皇后 我说了 这双鞋子很危险 堂堂皇后 那受过这种待遇 害羞的命令侍从长 将帕雷莎拖下去 等帕雷莎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宿舍 众人看着还活着的帕雷莎 喂了上去 你不是从窗户上掉下去了吗 有人说你挂到树上嘎了 还有人说你四肢全断了 就连皇后挥刀的事情 都能抖出来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但回想起 当时皇后举刀指着她的瞬间 感觉皇后的眼睛里 并没有杀气 感觉更像是护士的蓝猫 不由的觉得自己 肯定是被迷惑了 紧接着刚要换衣服睡觉的帕雷莎 就听见咚咚的敲门声 开门后就见侍从长 让帕雷莎立刻打包行李 搬到皇后宫居住 这是皇后殿下的命令 以后要近身服侍殿下 第二天 走在长廊的帕雷莎 再一次听到了 众人那各式各样的议论 此时的帕雷莎也很好奇 昨天自己都被抬走了 还让自己近身服侍 皇后殿下在想什么 就在帕雷莎愣神时 一个甜美的声音打断了她 见识自己的皇后 小猫来了 便行李 见过皇后殿下 您昨晚睡得好吗 皇后在面对世纪性的尴尬 更让她好奇的是 昨天闹出那么大的事情 居然还能这么淡点 唉 我现在告诉你 你要做的事情 从现在开始 明天我吃完饭回来后 你都要给我沏茶 这件事你应该能做的吧 搬到恶女皇后寝宫的第一天 让我打扫码圈 而我却私自骑着恶女皇后的饱满六万 得知此事的皇后 不仅没打了我 还觉得我很帅 这天刚到皇后宫的帕雷莎 就被安排去泡茶 对帕雷莎而言 比起选衣服 那可是小菜一碟 就在帕雷莎自信满满的泡好茶 想要挽回上回的失误时 一旁的小侍女提醒到 要是端给皇后喝了 怕是要被骂 因为皇后很注重细节 像是殿下的心情如何 最近喜欢什么颜色 都得观察后 再决定漆什么茶 帕雷莎仔细一想 原来漆茶也很难 昨天皇后她大喊大叫的 肯定嘞 再加一些凝神的茶叶吧 一旁的小侍女 听到帕雷莎能说出这种 随时被嘎的话 不由地提醒到小商店 带茶七好后 端给皇后品尝试 帕雷莎站在一旁 不由地紧张起来 连忙询问味道如何 喝过茶后的皇后 微微一笑 我很喜欢 喝完感觉很舒心 虽然你审美不怎么样 但好像能做好其他事 皇后起身 走向帕雷莎 一只手拍着帕雷莎的肩膀说道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你做 你会好好跟随我吗 听到这话的帕雷莎 立马表示了自己的忠心 见此这么温馨的画面身后 侍从长二人 不禁怀疑皇后 今天怕是转性了吧 可这边的侍从长 好奇谨慎地开口询问 为何要让这侍女 搬进您的宫中 嗯嗯嗯 我考虑了一番后 改变了主意 我怎么能马上赶她出去呢 皇后回想起 当时帕雷莎顶撞自己的画面 仔细想想 无论如何帕雷莎那么说 不都是为了她自己吗 帕雷莎可是做好赴死的准备 才这么说的 她都那样了 身为皇后 怎么能马上赶她出去呢 所以我不会赶她走 而会让她自己离开 此时以为得到挑剔皇后的帕雷莎 自信满满地来到马场 并告知马夫 自己是殿下派来 打理一下她明天骑的马 当看到那上百十来匹骑马士 不禁回想起 刚刚皇后特别拜托的事情 希望她能亲自打理我 宝贵的爱马 你应该能够做的吧 绝对不能落下任何一匹马 得知皇后十几年 都没来过马场 帕雷莎 犹如五雷轰顶一般 想着皇后殿下 那是什么护士的小猫啊 不由得心生怨对 明明不经常骑马 问什么 还有这么多马啊 但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乖乖辞职的 为了自己那天下的薪水 怎么也要坚持住啊 此时的帕雷莎 看见一匹白色骏马 看着那完美的肌肉比例 和完美的毛发 本来生气的帕雷莎 下意识地挠不出 皇后骑马的绝佳场面 也不由得感叹 自己是被皇后彻底迷惑 但此时 马夫却上前拦住帕雷莎 说这马的脾气不好 别碰他 但帕雷莎的小手 已经扶上马 见状的马顿时不乐意了 转身就向帕雷莎扑了过去 当刁蛮皇后 与上冷场王专属侍女 再冷的场都变得温馨 在刁蛮的皇后 没有专属侍女 都变得枯燥乏味 此时皇后无聊的一个人 在寝宫画着画 但画刚画好 下一瞬间 皇后就把画图成渣 突然想到 自己给帕雷莎安排的 喜马盛宴 不由得捧父大笑 紧接着 侍从长那里 得知自己下午 并没有形成安排 便让侍从长准备马车 打算去看看 他的专属侍女 有没有偷懒 而此时马场的马夫 还在震惊 帕雷莎是怎么驯服这宝马的 居然一点都没受伤 这要是换作试探 这宝马 还得折探他半小呢 帕雷莎看的那精力旺盛的宝马 决定代替去散散步 已经泪探的马夫 依靠在围栏处 感叹这如今 雪麻侍女的标准 实换了吗 就在这时 马夫身后传来脚步声 定睛一看 来的居然是十几年 都没来过马场的皇后陛下 皇后看着 凌乱不堪的马斯说道 看来马斯的工作很累啊 吓得马夫连忙解释 今天只是发生了意外 并连忙道歉到以后 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件事就算了 帕雷莎工作做得好吗 马夫本以为自己快要嘎了 但一听 试问帕雷莎的工作联盟 说帕雷莎诞得很好 很娴熟 还没等马夫说完 皇后就冷哼一声 行了 她做得好不好 我要亲自看了才知道 帕雷莎在哪 可当皇后坐车 来到帕雷莎所在地 拿着望远镜 向帕雷莎的方向看去时 不由地开始抱怨 帕雷莎 正在是在工作 只是在和马聊天吧 明明自己当时说的 是让她来清洗宝马的 如今 她还挑了一匹漂亮的马来驯服 她凭什么要驯服我的马啊 看来她是拿我的命令 当借口 满足一己私欲 哼 从一开始 我就是觉得 她胆大包天 果然是想从我这捞好处 而当皇后看帕雷莎 居然骑上了 只有自己能骑的宝马 更像是 打开了某个开关 破口大骂 她居然把我的东西 当成她自己的 气得皇后直发抖 恨不得将她尬了 就在这时 皇后身边一声声 稀溜的声 只见一只小马 吃着皇后的头发 原来小马以为 皇后的头发 是夺草莺花 但此时的皇后 吓得迅速打开车门 摔向小马的头 只听光刚一声 小马头上 惊陷大包 受到惊吓的小马 不小心踢到了车轮 此时 马车开始剧烈摇晃 只听一声一叫 下一秒 马车急驰而去 而此时 正在遛马的帕雷莎 刚一回头看去 就只见一辆马车 从远方急驰而来 马车上 还传来了 皇后的呼救声 帕雷莎 快救我 专属侍女 快救我 快点 此时的帕雷莎 张个大嘴 一脸疑惑 当她反应过来 是皇后殿下时 马车已伴随着叫喊 渐进而去 而在马车里 不知所措的皇后 刚大喊着 辞退马 不时 一个红亮的声音响起 当皇后转头看去 一个身穿红衣 身骑白马的 专属侍女现身 皇后殿下 别担心 我会救您的 把手给我 这操作属实 让皇后不知怎么办 你是疯了吗 在及时的马车上 怎么跳啊 没关系 殿下 相信我 此时皇后 颤颤巍巍的 靠近车门 而一旁的 侍从肠下的 连忙阻止 皇后殿下 您该不会真要跳吧 不行 那太危险了 还没等事 从长说完 只见皇后 已经抓住 帕雷莎的手 在压的一声中 皇后跳起 帕雷莎顺势 将皇后扶上马背 伴随着 扑通扑通的 心跳声中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殿下 您没事吧 而此时的皇后 在帕雷莎的怀里 并定地唱着歌 微微的侍女 只因自己会冷场 不仅俘获 两大帝王 最强皇室的芳心 还让当今皇后 主动邀请她 去参加皇室舞会 并与全国 最受欢迎的皇太子 共舞 就在不久前 皇后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寝宫 刚下车 就看到皇太子的侍从 一下子就炸毛了 每次都是这样来 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此时的帕雷莎 也很好奇 太子是个怎样的人 下一秒 一道金光 让帕雷莎真不开眼 定睛一看 这也太贵了吧 只见皇太子 恭敬地问候 母亲 您这段时间 过得还好吗 一阵寒暄后 仅剩皇太子 和帕雷莎 在皇后宫里 等待皇后 换衣服回来 只见帕雷莎 咽着口水 看着如花一般的 皇太子入了神 内心不由地感叹 基因的强大 但想起皇后 好像不喜欢太子 怀疑他们 两世吵架了吗 可好像太子 不是皇后的亲生儿子 两人关系不好 应该是因为 继承人的问题 最后好像是太子 继承了皇族特权 此时皇太子清幻 未再再倒些茶过来 帕雷莎回过神来 刚好对上太子的 直勾勾的眼神 反应过来的帕雷莎 连忙道歉 并赶紧跑去欺查 可没想到 前脚刚进来 后脚皇太子就进来了 你能在皇后 那么挑剔的人 手底下做事 你也不是个普通的侍女啊 帕雷莎却淡定地表示 自己只是做了分内之事 而此时 皇太子 无意间看到女子的手 那么结实 不像是长期干活才有的 更像是长期持剑的手 皇太子好奇地边 靠近边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帕雷莎 太子俯下身子开口道 你这样的人 居然是母亲的侍女 就在帕雷莎以为 太子要对她做些什么事 换完衣服的皇后 闺门一进来 就看到不可描述的一幕 你在对我的专属侍女做什么 而太子淡定地回答道 我等您很久了 可皇后却无视她 静止地走到座位上坐下 所以你亲自来 是为了什么事 父皇给了个建议 希望你以后 和我一起出席舞会 毕竟您只待在宫里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听到这话的皇后 一下就炸毛了 你懂什么 可一旁的皇太子 却淡定地开口道 我也不想这么做 但找个合适的太子妃 不是您的事吗 而且这件事 对彼此都有好处吧 我也不用随便和其他小姐 跳舞不是吗 说完 太子起身到辞 临走前 还不忘了夸奖 帕雷莎七茶的手艺不错 而此时的帕雷莎 只觉得毛骨俗然 真搞不懂皇太子 为什么找自己的茶 此时一旁的皇后 已经崩溃到极点 本来自己就不喜欢社交 如今还要和太子 那个家伙一起去 皇后大喊着 发泄自己的情绪 那个像蟑螂一样的家伙 只会耍嘴皮子 真想把他拖下去嘎了 但下一瞬间 想到了个绝妙的注意 激动地向着帕雷莎 大喊道 帕雷莎 你成人里举行过吗 一旁的帕雷莎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皇后一把抓住 看来还没有 趁着这个机会举行一下吧 我带着你 据说帝国的社交界 是专属于贵族的世界 运气好的话 还有可能被皇子 或公主选中 传说皇后 就是在成人里 被皇帝相中的 但这对与帕雷莎而言 如同一场战争 而为了皇后殿下 帕雷莎院 投身于新的战斗 殿下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看到和如画一样的帕雷莎 皇后冷汗直流 立马吩咐侍女 脱下去 把妆卸了 衣服也脱掉 皇后烦躁地说道 唉 真糟糕 这副样子 连这个房间都出不去 而帕雷莎此时 还想着的杀伤力够不够 和一旁帮忙卸妆的小侍女 可惨了 忍笑都要憋出内伤了 还在解释 可能是化妆品不太合适 人以为卑微侍女 是躲小百合 没想到 既然男女通斥 刁蛮皇后 为了帕雷莎 首次亮相社交界 而精心地挑选礼服 可挑了许久 是皇后殿下 可皇后却答非所问 硬说 这是大家都梦寐以求的事 让帕雷莎 怀着感激之心 接受即可 这让帕雷莎 更加好奇 帝都社交界的特别之处 而皇后解释到 能参加帝都的 都是皇室在内的高级贵族 说不定人舞会结束了 你的名字 就会传到国外去呢 听到国外贵族时 帕雷莎一惊 要是让那个女人知道了 冲到会场里 自己这小命 还能留住吗 必须得想个办法 不去才行 知道了吗 没一会换上 何时礼服的帕雷莎 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着华丽礼服的 帕雷莎也不仅的感叹道 确实比如花好多了 但想一想到自己的小命 就焦急地跑到皇后面前 说自己不能参加舞会 却没曾想自己 差点左脚半 右脚摔倒 而另一边皇太子宫里 正在夸奖自己 长得吃藕 却被一旁汇报 帕雷莎调查结果的侍卫打断 除了简历上写的 爱好恋剑 没有特殊的事项 但本想调查 帕雷莎过去行踪时 却查不到任何踪迹 这不由的 让皇太子疑惑 帕雷莎是在冒充贵族吗 她这样的人 是怎么当上皇后的 专属侍女呢 皇太子殿下 现在要怎么办呢 这件事先别管了 需不需要继续 等自己亲眼见到了 在下决定 而在另一边 为了不去舞会的帕雷莎 找了个不会跳舞 作为借口 但没想到 皇后不吃这套 给她安排了单独训练 看着第一次跳的帕雷莎 皇后不由赞叹道 帕雷莎就是天生练武的料 之后的帕雷莎 就在皇后一声声地夸奖 迷失了自我 到最后都没让皇后同意 自己不参加舞会 直到舞会那天 穿上华丽礼服的帕雷莎 有种乔装打扮的感觉 可侍从长却赞叹道 很好看 一旁的皇后 更是得意表示 那是自然 但没穿过礼服的帕雷莎 还是觉得很不方便 皇后表示 先秦淑女布 素 走路像羽毛 素 要习惯 此时皇太子缓缓走来 而看到这么帅气的小蟑螂 帕雷莎却害羞地低下了头 但此时的皇太子 却是差点没认出 这么漂亮的帕雷莎 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同时也赞美了今天的皇后 这让一旁的皇后很不爽 只有今天吗 而帕雷莎也感同身受 因为皇太子老用奇怪的眼神看她 众人上车后 皇后依旧摆弄着帕雷莎的头发 总觉得不完美 并和帕雷莎强调 你今天是我的作品 得完美呈现 看着如此亲密的两人 皇太子顺势询问起帕雷莎的家族 并称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 而帕雷莎却以自己是乡下人 不知道也正常给搪塞过去 但一旁的皇后可听不下去了 皇太子就算是小家族 你也不要瞧不起 并安慰一旁的帕雷莎 别在意她说的话 与此同时 众人也到了舞会场 就在皇太子恭敬说道 今天拜托母后您的时候 皇后却一脸坏笑地指向帕雷莎 她才是皇太子的舞伴 此时的帕雷莎魂都要下没了 为什么要我陪皇太子殿下出席 怎么你想违抗命令 全殿下的小姐都抢着和太子牵手呢 我现在是把机会让你 那皇太子殿下也不想和侍女出席吧 还没等话说完 皇太子就表示自己无所谓 并伸出绅士之手 夸奖帕雷莎是个正直之人 无论别人说什么 你都不会在意的对吗 而此时帕雷莎的脸颊已经泛起红欲 等到帕雷莎管着皇太子出场时 底下众人开始疑问 皇太子旁边的小姐是谁 这时的帕雷莎也开始后悔 自己真是鬼迷心巧 竟然被吃偶脸迷惑 就在这时一群贵族千金 礼貌地向皇太子问安 而皇太子却是对着他那八百万的滤镜 与人攀谈起来 能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不过各位要先打招呼的另有其人吧